女人被用嘴含着痘痘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听听下面这六位有经验的女士,她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年龄24岁的王小姐 男朋友每次都会口到我嗨为止 有的时候她在下面待时间太长了,我都有点心疼 特别的舒服,还有一种特别的刺激 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女人 一个男人拜倒在你身体里 特别是你十分崇拜她的话 会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狐狸精一样 用身体换取她对你的宠爱 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第二位年龄26岁的林小姐 她是这样说的 没感觉,很想笑 男朋友喜欢用咬的,是真咬 我真的是很疼 推她让她轻点,还是咬 我说你还是别口了 她偏不,表现得还很兴奋 我只好假装很舒服 实际真想踹她一脚 第三位,年龄28岁的安小姐 老公刚开始这样做时感到很羞耻 连看都不敢看她 总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清洁的 那里的味道是否会令老公不悦 但是很快我就沉浸在了快感当中 老公温柔的舌头和嘴唇 带给我无比的一个享受 这是我此前从未体验过的强烈的高潮 全身心都沉浸在极乐之中 这次经历啊 让我对老公产生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因为我能感受到老公对我的体贴和尊重 第四位啊 是33岁的可可 我之前总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卫生 所以呢一直抵触 但是老公的温柔很快就打消了我的顾虑 当老公的舌头碰到我痘痘的时候呢 我的世界啊 仿佛瞬间就炸了开来 那是一种电流 犹如一头猛虎从林间扑出 或者是山洪从山谷中狂奔 从我的下体窜向全身 让我的秘密变得坚硬 就如同一把锐利的剑 这种感觉好像痛并快乐着 让我沉浸在前所备有的快感中 所有的羞耻 所有的抵触啊 都像是被打了鸡血一般 瞬间啊 就烟消云散 这次经历让我看到了夫妻生活的另外一面 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美妙的可能 第五位 是32岁的马小姐 我很想摆脱老公 因为感到非常的羞耻 但是老公细心的爱抚啊 很快就化解了我的不安 接着而来的巨大快感 让我啊 欲罢不能 那简直就是 身心的双重高潮 全身每个毛孔啊 都在尖叫和站立 这对我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觉醒 让我认识到原来夫妻生活可以有这么多的可能 第六位女士是29岁的莉莉 我的老公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我原本以为夫妻生活就是传统的方式 没想到啊 她会这样 当老公的嘴唇碰到我痘痘的时候呢 我整个人啊 都是一个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只感觉一阵电流啊 从上到下体传遍全身 随着老公的动作啊 我渐渐放松下来 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 那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刺激 我感觉自己简直都要融化掉了 这次经历啊 让我对夫妻生活呢 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通过这六位女士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女性来说啊 男人用嘴含她们的痘痘 通常开始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 比如说惊讶呀羞耻啊等等 好像是初次步入舞池的少女 被眼前五光十色的灯光和人影吓到了 但是这些恐惧和困扰在男人们的 深情款款的细心呵护下呀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刻 男人们所有表达的不只是欲望 更是爱意 你的温柔 你的爱抚 然后你的嘴唇 全部都成为了传递爱意的工具 将爱的信息深深的刻在了他们的心底 随后而来的是那种从未有过的强力而持久的欢愉感受 这是一种温暖的波动 如同音乐的旋律 缓缓的在他们的身体里流淌 将他们充满 用嘴其实是一种愉悦的分享 是男女间爱意的表达 这份体验不仅仅满足于肌肤的接触 而是对于彼此灵魂深处的触摸 用嘴呢 是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 让双方在情欲的游戏当中找到共鸣和满足 首先呢 用嘴并非卑劣之举 而是一种心意的交流 一种沟通的方式 老公们要理解 这并非是一种权力的形式 而是向女伴展示对她深深的爱意和尊重 在用嘴的过程当中呢 你是爱的导演 是情感的主宰 你可以将那份深情完全的表达出来 使女伴感受到自己的被真实的呵护 接下来当男人们开始你的行动时 你们需要小心翼翼 像是在品味一杯陈年的美酒 每次的亲吻啊 每次的这个接触都要充满了深情 在这一刻你不是在寻求自己的满足 而是在给予 要通过这次的行动 让你的女伴感受到你深深的爱意 而是而在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男人们要像一位新兴的一个探索者 用你的嘴唇舌头去探索女伴的身体 去寻找去探寻她的敏感部位 去触碰她的灵魂深处 你要感受她的喘息 她的呼吸 看到她的表情 了解她的需要 此外男人们还需要有耐心 不能急于求成 需要慢慢的像是在演奏一首悠长的乐曲 需要给女伴足够的时间 让她在你的引领下 慢慢的陷入到那份欢愉当中